欢迎收听 星际科幻小说 文明 作者 知此 由古狗飞 米小虾 共同演播 第151集 守护者的荣誉 作为突显艦队 运动战是根本战术 所谓运动战 并非像快速艦队一样 但日蓝阵的单纯突击 破坏对方阵营 而是将不同艦阵的速度 有机地结合起身 一边快速地在战场移动 一边完成从攻坚到打缓的各种任务 纵神艦队四支突显艦队的表现 就堪称典范 先提开始阶段 掩护平民撤退时候 强大的防御力 陷入重围之后 果断特围的突击力 以及不断在战场游击 却是始终避开卡洛斯围剿的运动战能力 但是理智突然性的反转攻击 就足以澳士忠神艦队的其他任何艦队 先是向两个方向迅速仰攻 等到卡洛斯发动截击时 突显艦队却是突然减速 留在原地 高速艦队围绕核心做回转飞行 火力和后群艦群 它是做了一个原地的强行逆转 向一个好像船窝一样的大角度 调转了方向 一直处于运动的艦队突然静止 的确令人反应不及 四处围剿的卡洛斯都判断错方向 居然好像自发那样 从突显艦队的周围散开 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做逆转 这种被视为兵加大技的艦队运作 等到卡洛斯再重新撲过来的时候 三次精准的齐射 即刻将倒截者撕开缺口 迅速摆脱斗前 向着没多远的黄星直冲过去 第四突显艦队的米罗尚教 展现出极富弹性的控兵手法 整支艦队不断游走于突击的友军 后方的各局位置 将最激击者一一击击 速度虽然不像突击部队那么顺猛 但是也紧紧地跟在后方 确保不让卡洛斯分割开缀 这个死奶型的确有一手 马卡恩斯和米罗都留着胡桑 外貌上都属于威猛型的男人 虽然就不难看 但是绝对不说得上是英俊 再加上平时的行为 军人气息浓厚 所以和温文尔雅 颇有贵族气质的米罗 就有点格格不入了 但是 无论私人关系怎样 军事能力上的优秀 是不容抹杀的 连米罗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哼 只是没胆的友仔 只是这样做断尾的工作 马卡恩斯暗沉了两句 还是将注意力从友军身上收了回来 认为卡洛斯黄星已经近在眼前了 变向 黄星本体射出的一阵银石鱼 居然被提前的动作轻松地避开了 接近远点距离 三支突起艦队 突然改变了直对黄星的冲击方向 斜切地进入了有效射程 速度不够的银石鱼 被它们脱落在身后面 哈哈 真是够意气 跟在后面的米罗首当其冲 面对迎面而来的银石鱼 一阵苦笑 但是 艰队立即做了一个天顶方向的急转 刚刚被他一劫 哼 太近了 避开了黄星射出来的银石鱼之后 米罗无办法再保持 先前和友军在位置上的协调 突击部队的路线 已经超过了他能跟上的范围 看了看方碧云等人的位置 他漂亮的眉头 好难得的微微就聚一下 就是这里 攻击 将近三千艘战艦 拉出无数度奪幕的光芒 紧随其后的是飞黄一样的反物质飞弹 银石防御圈 卡洛斯黄星再度射出 无数的银石块 在突显艦队的攻击面上 形成厚厚的一层障碍 强大的攻击火力迅速衰减 没用吗? 麦克代士失望地摇了摇头 突显艦队的行动 一直在他的密切关注之下 毕竟如果能够就此打开困局 是最理想不过的 揽炮齐射三年击 几乎从虚空之中射出的强大光芒 直射卡洛斯黄星空虚的背面 卡洛斯黄星是顶级文明 咬他一口是很值得回忆的事 卑鄙的声音出现在所有人的通讯频道里面 来印克 四军之战中最大的赢家 一举从上架跳到中将军陷 由驻守一个小小空间站 变成治安部队唯一的宇宙舰队指挥官 而你在阴暗的角落里面咬人 为最大哀号的投机分子 终于登场了 这个是治安军的守护者艦队? 为什么他们会在这里? 麦克代士疑惑地看着屏幕上 意料之外的援军 麦克代士成像 守护者艦队奉正式执政官周青各下 和军事执政官降与各下的联合命令 赶来这里支援贵军 在之后的20分钟之内 俄军将以最大火力猛攻卡洛斯王胜 逼他回军自救 请贵军把握战技 来恩克中将的声音 解答了所有的疑惑 哼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周青那个友仔 居然肯将自己的棺材本拿出来? 降与居然被这支习牌军 毁以重饮? 将众神艦队的命运 倒在这个 喜欢咬人的友仔身上 不过 虽然战力不是很厉害 但是 华晒都有一万五千艘战 麦克代士 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但是 并不影响他指挥众神艦队 发动了最凶猛的突围战 卡洛斯王胜遭受到的打击是沉重的 的确好像几位突显艦队的指挥官所料 王胜并不是全身都是手搓的 显然 这一次 他将手搓 对着正面来襲的突显艦队 才给了来襟克一个咬人的机会 王胜表面 张开无数六张泛滥的深坑 表层四分之一厚度的坚固外壳 被彻底打穿 肉眼几乎可以看见内层飞腾的六张 在咆哮悲鸣 坐标XKK8872点的一群卡洛斯银石 行动好怪异 中神艦队念能部的监察者 发现了异常 他们失去攻击位置了 混乱了 麦克代斯 方碧云 米那 马卡印斯 米罗 以及刚刚参战的来一刻 任何少有战术素养的指挥官 都同时做出判断 机会 四个突显艦队突击XKK8872群周围的卡洛斯银石 令他们应接不下 正同的快速艦队 第一时间赶到事发地点 比原先已经混乱不堪的银石群 增加压力 众神艦队主力包裙强大的破坏力 瞬间贯穿敌阵 不愧是宇宙艦队 打了这么久 反应都没有变迟钝 来恩克赞叹说 配合得真是默契 赞叹还赞叹 来恩克非常明智地没有叉脚过去 就算拥有空闪飞弹这样的武器 跨空间支援局部尖局并不困难 正 所有的炮口全部开起身 所有导弹发射器都对着黄星 扩大你的伤口 空闪飞弹飞去背面攻击 等我们的黄星大佬 好好地感受一下挨打的滋味 集中力量继续打击黄星 来恩克很清楚战局的关键所在 贸然地加入众神艦队各部的配合作战 反而会成为类罪 攻击黄星就是对突围最好的支援 守护者艦队的破坏光芒走出了奇异的轨迹 从黄星的周围画了出去 细心的监察者发现了那一瞬间的引力变化 是黑元素 重力干扰弹啊 绝对没错 不会是别的东西 就是重力干扰弹 和沙星军使用的一模一样的终极防御武器 卡洛斯居然会使用重力干扰弹 这个是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 天狼星的资料也没有提过的 副冠委屈地叫了出声 哼 他在这里学习 来印黑收起了一面的灰索 冷坑说 这个是从我们这里学会使用黑元素的 而他在细胞内控制核反应的能源系统来看 对物质元素的理解力恐怕远在我们之上 只要知道有这样的东西 没有饱和的打击之下 只要突破二分之一远点距离 重力干扰弹就没办法完全发挥作用了 这样太危险了吧 离黄星太近了 哼 如果卡洛斯黄星还有什么恐怖攻击的话 总要有人逼他洗出来 我们在一倍约他之外 眼白白地看着众神艦队失血 五投入战斗 等的就是这次咬一口的机会 不把卡洛斯的看家招数炸出来 怎么对得着那些战死了的众神将士 来人客纷纷地说 今日就是守护者舰队的荣誉之战 雖然正面的炮火攻击都被避开了 但是飞去背后的空闪飞弹 还是取得了战果 显然你一下也出负卡洛斯黄星的意料 绿色的星球表面再次被撕开伤口 嘿嘿 叫你试试杀性治安部队的利害了 来人客笑着说 就算是北海一世的宇宙蓝队 都没打中过黄星的本体 我就打中了两次 然后这东西是第三次 又一波攻击狂潮 射向灰绿色的巨大阴影 光黄指向之处 卡洛斯黄星巨大的伤口正在收缩 整个星体表面塌陷了下去 伤口四周的外壳部分 迅速地擠押过来 遮住深层飞腾的绿章 激中了 伴随着巨大的欢呼声 来人客有点意外地发现 卡洛斯黄星没有动用重力干扰弹来回避攻击 糟了 好像击中了不应该击中的地方 见到光滑散去的黄星表面 几百个踏实深坑盘地 来人客明白了其中的奥比 卡洛斯利用黑元素 类似于空闪重力把的功能 和自身的自转避开脆弱的伤口 将攻击引导到准备好挨打的手肘上面 监察员证实了来人客的猜测 光滑袍走出的轨迹是曲线型的 明显受到干扰 而卡洛斯黄星 正对守护者艦队一面的地表形态 亦都发生了巨大的疑伪 本集已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下一集的 《圣祭科幻小说》《文明》 欢迎收听《圣祭科幻小说》《文明》 作者知此 由古狗飞、米小虾共同演播 第152集 《抗龙有悔》 《解开了》 黑盒标盘上的最后一个指示灯 亦都变成了绿色 兴奋的解码员 不顾得南队指挥官在场 大声地叫了起床 一声 黑盒打开了 围在旁边的人 逼不及待地 摁了去 什么都没有 原本应该放置 资料盘的地方 轰轰如也 什么回事 罗雨和听到 几个解码员的惊夫 忍不住开口问 个个将冠 角盒是空的 解码员回答说 空的 罗雨和的味头 就着起身 一阵先摇头说 不能再耽误了 只能够将黑色蓝队 先放一放 放弃搜寻计划 反航 为什么会有个空盒呢 参谋长亚曼尼 有点难以释怀地 再望着一眼 废手叫卫兵 将南桥上解密的仪器 都执拾起身 命令从国南 调过来的解码员 返回岗位 成功了 迈克代斯 也忍不住 激动地 挥了一下拳头 以 XKK 8872群的 卡洛斯 运石运乱为契机 中神艦队 集中力量 突破一点 在外线四支突显艦队的支援下 一举打破了卡洛斯的包围圈 带着殲滅三个群的战绩 重获自有 然而 战场的另一边 前来救援的守护者艦队 在对卡洛斯王星的突袭 尖进上风之后 终于遭到可怕的反驶 指挥官 来恩克中将 看着自己阵营中 巨大的球形空洞 几乎疯了 三千艘战艦 其中三分之一以上 是顿位和装甲 都是一流的主力蓝席 这些主力蓝 就算放在那里任人炸 都要炸几十分钟 居然在一瞬间 化为模型 连残骸都没有留下 未免太恐怖了吧 沙圣人的记忆之中 似乎只有风声文明 留下的两个水晶球 有类似的破坏力 但是 那个是风声文明 几万年的积累 这个卡洛斯黄星 是怎样做到的 哥啊 副官的声音 有支战斗 我们 是不是中得太过近啊 勉强震静着心情 来人客 揮手说 前速后折 拉开距离 就算守护者 已经迫近黄星近点 而且 仍然拥有 一万二千艘战艦的巨大战力 但是 在瞬间 遭受了 这种不可思议的破坏之后 恐怕 哪个都没有再战的心情了 刚刚过一望 实在是太恐怖了 所有人 只见到黄星表面 闪出一团 奇异的光芒 能量探测器 疯狂地警告着 高能反应 一瞬间之后 位于守护者艦队 正宗的三千艘战 就消失了 来人客 中将 感谢贵军的援助 默克代师的声音 出现在守护者号的通讯屏上面 居然 也微微有点战斗 我军 已经脱裙 刚刚黄星的攻击 我们都见到了 这个 完全超过了我们的理解力 我想 前战下去 并没有什么好处 不如 反回方默星系 同执政官各下的远征蓝队 会合之后 再作打算 嗯 卡洛士王星 好像并没有追击我军的意思 你那边的尹石裙 好似都在这里向黄星靠拢 看来应该不会阻击贵军的了 我们就各自撤离了 来人客点头说 请贵军先行啦 我军断后 防止黄星重施顾忌 用空间战术阻击我军的第二空间跳跃 默克代师说 我们毕竟有四支突起艦队的第四空间掩护 撤退起身 比贵军方便点 好的 紧遵将领 遭受到重装 来人客也都没有增强好性的心思啦 而且默克代师 军衔比自己高 又是宇宙艦队指挥官 对自己这个治安艦队的指挥官 用请贵军先行的语句 这是看着守护者艦队千里迟缓的份上 紧张地看着最后一艘守护者艦队消失去控 默克代师微微地送了一口气 看来卡洛斯的确没有楼栏沙星艦队的意思 所有的隐石群都在向黄星集中 有大量的隐石体开始落在黄星表面 黄星本体还在莫名震动 好似你日下 黄星亦都伤得不轻 单纯医教自身 没有办法恢复 需要将隐石群收回去来补充 但是 为什么现在还在震动呢 攻击已经停止了 而且守护者艦队造成的伤口表面 已经几乎完全遇合了 按照卡洛斯的再生能力 不应该这么不济 默克代师揣摩住 如果这个时候继续攻击呢 这个念头一瞬间跳了出来 嗯 还是算了 想了想自己的处境 已经损失了八千艘战艦 剩下的不足一万艘 亦都是连续作战十二小时以上的劳顿之士 就算自己捱得住 那些将士亦都没有士气的了 能够全身移退 应该好满足了 放碧云上架 仲是麻烦突显艦队断后 一旦卡洛斯王星有什么移动 就切法干扰它 主力安全撤出之后 你们再用第四空间脱离吧 明白 各下请放心 嗯 你们几个我一向放心 见到你几个得力步下 默克代师不禁露出一丝笑容 各下都准备就续了 随时可以发动超光速跳约 阿曼妮轻轻地说 仿佛听着打架了指挥官的沉思 嗯 懦语和显然没有听入耳 阿曼妮 你不觉得QK吗 为什么会有一个加密这么严格的空盒呢 这个啊 叉谋长辞了一下 的确没办法解释 究竟这艘船发生过什么事呢 阿曼妮轻轻地说 都是家轻就熟的 罗雨和长叹地说 呵呵 这个啊 一山不能藏二苦 而且 有四军之战的时候的结怨 如果废雷特回去 对煞性未必是好事 叉谋长辅笑话 呵呵 那又是 罗雨和摇了摇头 笑着话 好在 我们没找到他 站起身 大手一挥 返航 有不明艦队接近 超光速跳跃倒计时最后一分钟 检测员发现了检测器上面的疑变 紧急终止 指挥官的深殿指令 迅速传达到各艦艦长 旁大的艦群速度骤降 几乎在同时 各艦总的阵营配置迅速展开 整支艦队很快由疏型转化为结实的方阵 黑色艦队? 看着演示器上的一千多艘黑色战艦 罗雨和吃驚地跳起身 难怪念能报一点反应都没有 就被他们靠近到雷弹塔七的距离了 有信号接入 通讯官一声报告 屏幕上跳出了一个消瘦的面旁 你…你是…霍雷德? 罗雨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十年前的霍雷德 总是会将自己执拾得一尘不厌 所有完美主义的人 好像都有这样的习惯 而这个面容消瘦 拳骨突出 满面鬚筋的人 是谁啊? 别来无恙啊嘛 罗雨和将军 冷冷的神情 飞上神彩奕奕的目光 罗雨和即刻确认了 对面的就是那个才华樊逸的天才 能够找到你们太好了 罗雨和不是多在意对方的态度 请随我军一齐返回沙星了 卡洛斯入侵仙女星系 众神艦队堪日苦战 你们和卡洛斯糾纏了这么久 一定有办法对付她的 对不起喔 离开沙星的时候 我就发觉是有生之年 再都不会踏入沙星半步的 辉耐德冷冷地说 而且你暂时都不可以回去 什么话? 罗雨和面色一变? 难道你还想留我在岛? 遥再遥透 辉耐德似乎感觉都滴耳 我千桿万桿 总是离此一步 你碰过那艘飞船是吗? 那艘? 辉耐德说 请立即将接触过黑盒的男席 包括接触过黑盒的人 渡过的男席隔离开你 停止各艦间的人缘物资流动 由我军光在因别受污染的男席 各艦艦在基甲围队 也都开动起身 卡洛斯报纸随时可能蒙发 什么话? 来与和问? 究竟是什么回事? 那个是圈套 废雷特的眼神里面 奴出一丝看不起的神色 显然觉得对方 作为一流指挥官的反应 有点太迟钝了 黑盒里面装的是 生命力极强的卡洛斯报纸 那个好像是从卡洛斯黄星内陷里面 取出来的东西 总之威力极大 黏上座就很难摆脱了 没可能 我命令检测人员仔细检查过 经过天窄者 和生物探测器双重检查之后 还用杀死细胞的射线照射过 罗鱼和说 没用的 斐来特冷声地说 你根本不了解卡洛斯有多可怕 我的生物探测器 已经发现了你的旗舰抗龙号 已经被污染了 而且非常严重 屏幕切换 抗龙号的结构图出现在屏幕上面 百分之三十以上的空间被显示为绿色 除此之外 另外一批战艦也被污染了 一排排坐标打出来 中神艦队的战艦一手接一手地被标记上危险信号 请立即将这些战艦隔离开来 未被污染的艦队服从我的指挥 在外围散开 炮门传开 一旦变手污染艦队被确定无法挽救 就要被彻底摧毁 他给出的这些污染艦队 的确是和黑盒 或者接触过黑盒的人 或者物体有接触的 参谋将亚曼尼面色惨白地提醒说 开始集群超光速跳跃之前 我们各艦间的物资流动太频繁了 有几多战艦接触过 羅宇和低声问 如果被污染战艦之间相互传播的话 这样包括抗龙号在内至少四千手 这种传播是几何级别增长的 阿曼尼回答说 我已经命令任何人缘物资 禁止在战艦间流动的了 沉淫了一阵 来与我不得不抬头问 废莱特将军 被污染的艦队 怎样清除卡洛斯包子 自行清除 贝雷特的声音并冷到 好像冰原声万年不化的史前冰村 战艦内部人员 根据我军生物探测器指示 搜尋卡洛斯包子寄生处 用帝当良反物质武器 湮灭他们 在确定彻底清除完毕之前 任何人 物 不得离开隔离区 否则 将被直接摧毁 如果战艦污染 失去控制 成员将自行选择自爆 还是由我军将他折底毁灭 喂!你怎样? 南桥上的一声惊呼 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一名军官无缘无故地 跌到在同伴身上 二毛病扶起他的时候 却是发现他整个人的皮肤 完全变灰绿色 他死了 医务兵的声音突然停止了 最后仿佛伸手 想摸一下自己的喉咙 但是他未能完成这个动作 好!传我命令! 多余和下定了最后的决心 所有战艦 服从废内特将军的指挥调牌 为令者按照不尊军令处置 本集已播讲完不更多精彩 欢迎收听星际科幻小说 文明作者知此 由古狗飞米小虾共同演播 第153集 弱点 蒙罗战役 沙胜方面投入中神艦队 一万七千艘 治安军守护者艦队 一万五千艘 蒙罗星系珠房的治安艦队 五千艘 一共三万七千艘战艦 三百万将士参战 最后一共损失战艦 一万六千多艘 一百三十万人战死 此外蒙罗星系三百万平民 无人生还 卡洛斯方面 黄星恐怖的面目 凶避陛羊 方 reverber 放弃围千中神艦队 也ек miesz fale 理由 非常自由 令人類見到力拼卡洛斯的可能性 至少並非是沒有希望的 眾神艦隊和守護者艦隊 安然返回方莫星系 卡洛斯王星卻在蒙羅星系 道處散播卡洛斯種子 獸王卡洛斯隕石 顯然將那裡作為療養基地 而這時抗龍艦隊 受困天狼星系的消息 傳到沙星總部 眾人又是一陣唏噓 完美啊! 科技部空間處處長龐德 拿著手中演算的結果讚嘆話 不可思議這麼完美 羅卡洛斯你簡直就是一個天才 處長你確信這個不是巧合? 剛剛從一個天文院的普通研究生 一約成為空間處的特別成員 年輕人顯然沒有自信心 不會的!如果這樣也是巧合 那就沒有天理了! 你這個年輕人 究竟你是怎樣想到的? 真是應該把你的腦子打開看看 裏面還有什麼奇妙的東西才行 康德忍不住拍了拍年輕人的頭 哈哈 羅卡森不好意思地笑了一笑 我是覺得卡洛斯黃星的最後攻擊過於奇怪了 無論用什麼方法 卡洛斯也必須遵守這個宇宙 基本的物質和能量手衡 如果徹底毀滅三千艘宇宙戰艦 那麼多質量的物質 一定要有相對應的能量爆發出來才行 顯然當時爆發的能量不夠級別 所以我就懷疑這些物質並沒有被毀滅 而是被轉移了 再加上當時卡洛斯黃星的確爆發了超能量反應 我用方程計算了這個超能量反應對應的空間距離 剛好是當時黃星和消失的戰艦的位置距離 於是你就去計算黃星的質量? 康德很有興趣地問 是啊,我發現卡洛斯文明似乎特別善於操縱物質和能量 所以我找到當時黃星的質量來計算了一下 結果發現了這個巧合 黃星在超能量反應過程中 瞬間損失了很大的質量 大約是它總質量的百分之一 這個對好是爆發超能量反應所需要的質量 但是反應之後 黃星的質量又有所恢復 恢復的量 剛好與守護者損失的3000艘戰艦的噸位總和 是相差無幾的 羅卡森亦都忍不住興奮起身 顯然發現某種規律 是人類與生俱離的一種快樂本能 哈哈 這樣結果就很明顯了 卡洛斯黃星發動了能量爆發的空間調約 用你的假設就是網架空間塔陷 令自己內部的某個空間點 與那3000艘戰艦的空間點之間發生重合 然而這一次移動的是那3000艘戰艦 強制性地把他們移動到卡洛斯黃色的體內 簡單理解就是卡洛斯把那些戰艦吃掉了 杭德說 我們一定要把這個訊息 直接報告給執政官閣下 事到如今 我們唯有把那個死殘肺踢開了 否則卡洛斯之戰一旦結束 軍方的威望恐怕會更高一籌 我們就永遠都沒有機會了 就算在燈光昏暗的密室裏面 議長閣下依然好像演講一樣 池鋒犀利 想要運作沙昇的治安部隊 沒有他的許可根本就下不通 一名中年將軍回答說 嘻 如果正式執政官突然出了事貫呢 是不是你這位負責沙昇各政府機構警衛的 治安部隊的中將閣下 能夠以設賊的名義做些事的 海爾菲斯笑著地說 這個理論上是這樣的 如果再有長老會和議會的授權 我的行動恐怕會更加順利些 中將會議地說 正老會這邊問題不大 第三個人開口了 只是我懷疑 遙執政官閣下出事的可能性就 十年前 執政官閣下 他動用這麼多高手 傾圖折殺 前任執政官多澤 還是功虧一軌 自己反而落了個殘疾的下場 超界天擇者 不要對付的 塞亞中將當年負責調查這件事 對這點應該最清楚不過的 十年後的周青 和十年前的多澤比 難道就好對付些嗎 我們手上沒有這麼多天擇者高手的 是周青那個白癡 才會用這麼蠢的辦法 來對付超界天擇者 海爾飛斯說 派天擇者癡殺天擇者 太白癡了 當初如果在太空港 撞回反物質炸彈 蛤? 首席大長老閣下一害怕 沒錯 用機械文明的方法 才能對付超界天擇者 何必硬碰硬呢? 塞亞中將輕輕地敲了敲桌 反物質炸彈的破壞力 嘻 嘻 卻以為了整個執政官辦公區 任她是超級高手 都死定了 還有一個問題 巴比倫羅那個老狐狸 目前都是殺性 她都不太對付 一不就二不休 有塞亞中將在裏 搞多幾個反物質炸彈 都不是難事 這樣的話 那事成之後 怎樣對付宇宙艦隊? 守護者艦隊已經不在手邊了 嘻 卡洛斯就救他們受了 按照蒙羅戰役的結果來看 宇宙艦隊打敗卡洛斯之後 恐怕都要元氣大傷 這樣 正是將軍方勢力 從沙昇政局中 一舉清除的大好機會 就算還有宇宙艦隊 軍人不能夠對平民出手 只要我們控制著沙昇的人 獲得平民的支持 他們就不會輕舉妄動 議長先生 好可愛地笑著說 楊鳳撫心驚迎 還是被執政官體系 留下了一個致命箱 原來是這樣 聽完幾個人的匯報 江宇長出了一口氣 停了一下 不禁又露出笑臉再次說 那真是太好了 嗯?幾個始作勇者 對於執政官閣下這麼高興 有些不解 哈哈 你們可能還未理解 你們發現的是真正的軍事價值 江宇忍不住笑著說 我先前 我先前一直擔心卡洛斯的空間能力 現在的情況來看 羅卡森方程 完全可以幫助我們掌握他 其次 卡洛斯黃星對守護者艦隊的最後一擊 亦都令我覺得 沒有辦法抵擋 但是 現在這樣看 根本就沒有必要擔心的了 為什麼? 羅卡森奇怪地問 卡洛斯黃星還有可能做出類似的攻擊 就算我們的方程能夠預測他的攻擊點 我們的艦隊恐怕都很難及時避開的 哈哈 麥克代士將軍 曾經對卡洛斯黃星所受的實際傷害 和他所表現出來的過度反應 產生過疑問 他覺得守護者艦隊的突襲 雖然打穿了黃星的外殼 但是 不應該到黃星自體都無法修復 需要吸收穩石群的地步 而且 居然一點都不干擾我軍的撤退 放棄了為千眾神艦隊的戰量目的 可見他受傷得多重 江宇繼續解釋 江宇繼續解釋 你 沒錯 既然那些戰艦是被他吃了 這樣 他們 還在卡洛斯黃星體內的某個地方存在 黃星肯定第一時間處理他們 按照卡洛斯一貫的方式 肯定是用大量的卡洛斯細胞去吞噬吸收他們 將戰艦物質直接轉化為卡洛斯的能量 但是 不要忘記 我們的戰艦 都是渠帶大量反物質武器和燃料的 卡洛斯或者對這個空間的物質 游刃有餘 但是 他畢竟 不能夠超脫這個空間物質的特性 碰到反物質 就會吞滅 江宇的笑容更加燦爛 卡洛斯黃星以前 可能沒有跟大規模使用反物質武器的文明交過手 更加沒有用過他這種絕招 來對付反物質文明 所以 他根本想不到 吃的是一堆炸彈 三千手戰艦所攜帶的反物質本身 會吞滅同等質量的物質 再加上爆炸當量 哈哈哈哈 就算是卡洛斯黃星 都承受不住 若是一般的行星 恐怕早就被炸到灰肥煙滅了 這種絕招 卡洛斯黃星恐怕永遠都不敢再用了 幾名聽眾 也都掩飾不住面上的笑容了 第三點 還有第三點 令人起出望外的 是光雨並沒有停止的意思 你們發現卡洛斯發動這次超空間攻擊的時候 質量瞬間減少了百分之一 即是說 這種空間移動要損耗大量的物質 以卡洛斯的質量 如果進行一百次 那就什麼都沒有了 而實際上 作為頂級文明的核心 卡洛斯必須保持足夠的物質 來運作自己的功能 所以 它能夠連續跳躍的次數 就很有限了 而那些質量更小的穩石群 恐怕就更加有限了 空間能力受限 是超級文明戰爭最致命的弱點